因为我真的一直在演艺语局,然后去年今年五月的第一次出演的一部画剧的上场,这是我第二次画剧语的尝试。 其实我是真的是抱着学习警察来参与到这个作品,分有些人参与到山岛胖的一部作品,有任何老师我们学到很多东西,就是我来参与这个画剧的目的。 那么现在排练的,感觉自己最有挑战的部分是什么呢? 我参与到这个戏,对我来说就是最容易的。 和那么多老师合作,有什么心? 还没开始排练? 我以为都开始排练了,但这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,其实音乐剧和话剧《三宫之处》都是表达人物因,为此提前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? 其实音乐剧和话剧的表演方式其实是一样的。 所以对于音乐剧的演员来说,戏语表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 所以希望在话剧的舞台上能学到很多戏语的部分,包括台词,包括对人物的表达,包括戏剧的节奏感。 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,在话剧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段点。 好,那谢谢郑龙先生。 那么,谢谢。